聊斋致意连环化 第39集白秋恋 从前河北地方 有一姓穆的人家 穆家有一个儿子 名叫禅公 他聪明好学 每天读书念诗 甚是用功 禅公的父亲名叫穆小桓 是个商人 他以为读书没有什么出息 还是学些买卖门径 将来可以兴家立业 就在禅公16岁这年 带着他一同到湖北去饭货 禅公虽然被迫弃学经商 但是他并不放松学业 在船上没有事就拿起书来温习 和在家时一样 到了武昌 父亲留他在旅馆里看管货物 他趁父亲出去 就又拿起诗卷来朗诵 一天晚上 穆小桓出外应酬 很晚还没有回来 禅公独自在灯下念诗 他偶一回头 忽然看见窗外有一个人影 在月光的照应下 影子显得非常清楚 他觉得奇怪 猛然跑出去一看 见是一个长得十分美丽的姑娘 姑娘看见禅公 急忙转身要走 但又回过头来 羞涩地望了禅公一眼 才走开了 过了几天 他们买齐了货物 装好了船 晚上船停湖边 父亲有事刚上岸 突然有一个自称姓白的老太太来到船上 说禅公害苦了他的女儿 禅公听了吃了一惊 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自己有个女儿叫白秋恋 在旅馆里听过禅公念诗 现在眼思梦想 连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 所以他想把女儿嫁给禅公 禅公心里很喜欢 但又怕他父亲责怪 自己不敢答应这门亲事 便把实情告诉了老太太 老太太不相信 一定要禅公答应 禅公不肯 老太太生气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 父亲回来了 禅公把老太太来过的事 委婉地告诉了父亲 很希望父亲答应下这门亲事 他父亲听了 并不理会 在他心目中 江湖上不会有规矩姑娘 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清早开船的 不料当天夜里忽然泥沙涌起 船搁浅在湖边 不能开洞 虽然船被搁浅 穆小桓心里也不着急 他想等到明春水涨 新货未到 船上的存货就可立誓三倍 于是穆小桓清早起来 嘱咐禅公留下 自己先回家去了 穆小桓走了以后 禅公心里暗暗高兴 恨不能马上去找那老太太 可是当初又没有问清老太太的住址 心里十分后悔 只好闷闷地回船上去 当天晚上 禅公坐在灯下看书 忽见老太太扶着白秋链来到船上 对禅公说 看 人已经病到这个样子 你还坐在一边装没事人的样子呢 说完老太太就走了 禅公又喜又惊 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半天才拿灯走到白秋链的近前 只见他病理带娇 两只水汪汪的眼睛仍然和从前一样闪闪发光 禅公问他 他只是微笑不语 禅公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他才羞哒哒地说 为狼憔悴却羞狼的诗句 现在正好是说我了 禅公听了高兴地抚摸着白秋链的手 更加喜爱他了 白秋链要求禅公给他念三遍唐朝王剑的一首公词 禅公按照他的要求刚念完两遍 他就慢慢地坐了起来 说是病已经好了 禅公见他病相全去 真是欣喜若狂 这时老太太又来了 他看见女儿愉快地坐着 心里十分欣慰 他想接女儿回去 但见女儿低着头不答话 老人家也就去了 老太太走了 禅公才问秋链家住何处 秋链说 你我末路相逢姻缘未定 何必要知道我家所在 禅公也就不追问了 从此二人相亲相爱 历史要结成夫妻 有一页白秋链点上灯 翻开诗集来看 不觉泪下 禅公问他为什么伤心 他说 你父亲快来了 我刚看了江南曲 意思很不吉利 恐怕我俩的是 禅公送他上岸 心里非常难过 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 如果父亲回来答了婚事 到哪儿去通知你呢 秋链说他会派人来打听的 说完便走了 转天早晨 穆小桓果然回来了 禅公慢慢向父亲 说出与白秋链的事 他父亲一听就火了 疑心禅公招来妓女 更怕船中货物有了损失 不分青红皂白 就大骂起来 后来穆小桓仔细查点了 船上的货物 一件也不缺少 骂了一顿也就算了 根本没有理会禅公和秋链的事 禅公只是低着头 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到了五月初 连续降了几天大雨 船只才能开动 禅公站在船尾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 默默地与白秋链告别 痴心地望着渐渐远离湖岸 禁不住落下泪来 禅公回到家乡以后 想念白秋链 静一病不起 他母亲很担心 到处请医生给禅公治病 禅公偷偷地跟母亲说 我的病不是吃药能治好的 要想治好我的病 只有白秋链来才行 穆小桓知道了这事 很是生气 后来看见禅公病得越来越严重 他也害怕起来 便雇了辆车带着禅公又去湖北 到了湖北以后 又雇了一只船停在老地方 穆小桓到附近打听 当地人竟没有人知道 这样一个姓白的老太太 穆小桓正急得没有办法 恰巧湖面上过来一条船 一个老太太摇着鲁正要靠岸 穆小桓连忙打听那姓白的人家 老太太说她就是姓白的 老太太把穆小桓让到船上 穆小桓见到船舱中坐着 一个长得非常俊俏的姑娘 她想 这大概就是 儿子朝思穆想的白秋链了 心中也暗暗地有些喜欢 穆小桓和老太太说了几句家常话 便将禅宫生病的情况源 原本本告诉了老太太 要求她答应让她女儿到自己船上 让二人见见面 也许能使儿子有些起色 老太太因为两家没有婚约 不让去 白秋链从后仓探出半个脸二仔细偷听 听到他们所说的话 忍不住流出眼泪来 老太太经不起女儿的哭泣 又见穆小桓再三苦苦哀求 也就软了心肠 答应了她 当天晚上 穆小桓故意躲上岸去 白秋链果然来了 她看到禅宫病得可怜的样子 就浮在她的床边 乌乌叶烟蒸蒂哭起来了 白秋链哭过 又把禅宫过去念过的那首诗 给她念了一遍 禅宫听了微笑说 这首诗治你的病可以 治两个人的病怎么能行呢 看见你 我的病就好多了 禅宫要求她唱一遍 从前唱过的那只彩莲子的词曲 白秋链就用她优美的嗓音吟唱起来 刚唱完一段 禅宫就坐起来说 我的病完全好了 他俩一直谈到深夜 白秋链刚走不久 穆小桓就回来了 他对禅宫说 白秋链从小在船上长大 总是不太正派的 二来两家路隔遥远也多有不便 过了几天 白秋链又来了 禅宫把父亲的意思告诉了他 白秋链说 我已经看透了你父亲的心思 对这种人我倒有个妙法 能够使他回心转意 到时候他会来求我的 禅宫问他有什么妙法 他说 我能预知物价涨跌 回头告诉你的父亲 说是某货有利可图 某物将要舍本 如果应验了 那么他就得来我这个好媳妇了 他说完了起身要走 禅宫想让他再多坐一会儿 他说 明年再来的时候 你十九 我十八 咱们过幸福生活的日子还长这里 说完笑了笑就走了 穆小桓回来 禅宫便把白秋链 所预言的物价告诉了他 穆小桓不大相信 但也是这将所剩下本钱的一半 买了白秋链 所指的将要涨价的货物 穆小桓回到家里以后 果然他自己所买的东西 都没有赚钱 幸亏听了白秋链的话 一小部分东西赚了很多钱 才不至于亏本 他这才相信白秋链 有先知之明 于是穆小桓预备了一些礼物 又增加了一些资本 带着禅宫又来到湖北 到了湖北好几天 也不见老太太经过 禅宫为了爱情 穆小桓为了赚钱 他们都怀着焦急的心情 注意着来往的船只 又等了几天 才发现老太太的船停 在一棵柳树的下面 穆小桓带着聘礼去求婚 老太太答应了 但聘礼一概不受 老太太择了一个吉日 便把女儿送过船来 禅宫和秋链举行了婚礼以后 白秋链便交给公公一张货单 开的是能赚钱的货物 叫他去外地收购 穆小桓 穆小桓走了以后 老太太很高兴地 把女儿和女婿 一同接到自己的船上来了 过了一个多月 穆小桓买齐了货物 在开船回城的时候 白秋链要求带一些湖水回去 她说她每天吃饭都要加上一点湖水 就像用酱油醋一样 回到北方以后 过了二三年 白秋链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 禅宫更是喜欢的不得了 一天 白秋链忽然悲叹起来 想回南方去 穆小桓便带着禅宫和秋链一同来到湖北 到了湖边 不知老太太住在什么地方 白秋链级的脸色大变 催着禅宫赶快到各处去打听 禅宫沿着湖边走了很远 看见一个钓鱼的人 刚刚捉到一条非常大的白鱼 禅宫看到这条鱼很可怜 便买下来放了 禅宫到各处打听 也没打听到老太太的一点消息 时间已不早了 便赶回船上来 禅宫回来以后 发现白秋链不在船上 找来找去也找不到 天快亮时 秋链回来了 说去探望母亲了 禅宫问他母亲在哪里 他说 昨天你放生的鱼就是他呀 最近龙王要娶我做妃子 我母亲不答应 才发生了昨天的灾难 白秋链要求禅宫去求真君 他说 真君一答应 我们才能够免去这场灾难 他拿出一块余副灵来 说 如果真君问你求什么 你就求他在这上面写一个免字 禅宫按照秋链的话 等候着真君 到时候 果然有一个道士一拳一拐地走来了 禅宫赶紧向他跪下请求 道士装着没有看见禅宫 急忙跑过去 禅宫便在道士的后面跟着追 道士把手杖往水里一直 便跳了上去 禅宫也急忙跟着跳上了手杖 他跳上一看 手杖竟变成了一只小船 禅宫在船上又跪下请求 道士看禅宫很虔诚 便问他求什么 禅宫拿出余副灵来 要求道士在上面写一个免字 道士打开余副灵一看 说 这是白鱼的棋 你怎样遇到他的 禅宫便把他和秋恋结合的情形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道士听了笑着说 这东西倒是很风雅 荒淫老龙怎么可以这样威逼他 说着拿出笔来 就在灵上草写了一个免字 禅宫上岸以后 看见道士仍然踏在手杖上 漂浮着向前走去 转眼间道士已经不见了 禅宫把道士写的字带回船上 白鱼链一看 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嘱咐禅宫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他们回到北方 又过了两三年 穆小桓南下 半年没有回来 存着的湖水已经吃光了 等着父亲带水回来一直等不到 白鱼链便病倒在床上 白鱼链悲伤地对禅宫说 如果我死了 你不要理我 只要你每天给我朗通 三遍杜甫梦里白的诗 等到湖水来了 你给我喝下 我便会复活的 他说完就断气了 一切禅宫都照办了 又过了半个月 穆小桓才回来 禅宫急忙取来湖水 依白鱼链嘱咐的办法去做 禅宫把湖水一滴一滴地给他灌下 不到两个时辰 白鱼链果然渐渐地苏醒过来了 从此以后 白鱼链便常常想回南方去 又过了几年 禅宫的父母相继病故 禅宫便依照了他的心愿 把家搬到湖北 从此他们称心地 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